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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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什么呢 我首先跟大家讲个故事 李先生年过四十 他整天眉睛打彩 精神恍惚 他的妻子从早市上买来一种绿色的蔬菜 这个蔬菜长得跟葱有点类似 有一种芳香的气息 妻子呢拿这种菜和鸡蛋炒来给李先生吃 过了一段时间呢 李先生变得精神焕发 元气满满 观众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种蔬菜叫什么名字吗 一齐春酒绿 十里到花香 半青梨畔草 半绿齐种酒 因时作罢 春天生机盎然的韭菜的景象 是不是浮现在您的眼前了呢 没错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韭菜 你想知道韭菜是什么含义吗 你想知道春天我们为什么适合吃韭菜吗 我想听吧我今天的讲解您就会明白了 在说文解字里 关于韭菜的酒 它是这样记述的 菜名一种而久者 故为之久 这说明韭菜是一旦种植下去 它就可以长久地收割 在小传里边 韭菜的酒 它是象形文字 下面有一横代表土 而上面这个飞 这个形状呢 就好像韭菜生长的样子 所以呢 这就是关于韭菜之名的一个内涵 刚才呢 我们讲了 说文解字中 关于韭菜的含义 那么韭菜之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关于韭菜之名的由来 在民间呢 据传说 与一个叫夏氏的老汉 助人为乐 得到刘秀皇帝回报的故事 在西汉末年 博州一带 他卧心长胆 辩访贤士 极具力量 决定有一天 去讨伐王莽 在一次 亡流大战中 刘秀的部队溃败 刘秀 仓皇逃窜 荒不择路 来到了一个 叫泥甸的地方 由于谋划战事 和上场厮杀的双重消耗 此时 刘秀已经 机场碌碌 寸步难行 突然遇到了一个老汉 名叫夏氏 老汉出于好心 把刘秀请到了家里 但是 由于老汉 家徒四壁 非常贫寒 老汉 只能隔取了一些野菜 做来给刘秀吃 此时的刘秀 已经鸡肠碌碌 鸡不择食了 他狼空虎咽的 一连吃了好几碗 终于定过神来 他问这个老汉 此名为何 老汉说 这不过是一种野菜 并无缺名 刘秀感慨 这个野菜 对他的救命之恩 就说 不如就叫他救菜罢了 刘秀败谢过老汉 问清了老汉的姓氏 和一些信息后 就离开了 后来刘秀称帝 而且天下太平 史称光武中心 刘秀忽然有一天 异苦思甜 想到了泥甸的旧菜 就派大臣们去寻找 经过御膳房的 仔细加工 刘秀越觉着 这个旧菜的味道 非常可口 他又品菜思恩 想到了夏氏老汉的 救命之恩 于是便封夏氏老汉 为百户侯 并增他千亩的良田 让他种植旧菜 以供皇室享用 后来经过御医的 反复研究 发现这个旧菜 能够解毒 还能够壮扬 增进食欲 刘秀知道以后 更是龙颜大悦 但是他又觉得 如今海燕和清 天下太平 这个菜叫旧菜 恐有不适宜 所以他就考虑到 这个菜是草本植物 于是就把它写作了 酒 上面一个草字头 一个飞 下面一横 用这个酒 来替代旧菜里边的旧字 后来呢 人们觉得 这个韭菜的酒 写得比较繁琐 就把上面的草字头去掉了 成为如今 我们所看到的 一个飞 下面有一横 从此 泥垫旧菜 就以帝王御用之菜 而为人所知 关于韭菜的传说 不是真实的历史 它和真实的历史 相距甚远 在上书中就有 《正月又有九》的记载 说明当时 韭菜已经开始种植 而《礼记》中 也有对韭菜的记载 称之为《封本》 后人因旧和酒 发音相近 附会了光武帝刘秀 落难吃韭菜的故事 使得韭菜在民间 平添了一丝传奇色彩 而韭菜在我们饮食中的 长久不衰 与它名字之中 九字的谐音 也相得益彰 那么在中国古代 韭菜除了食用之外 还有哪些用途 深入古人生活的韭菜 又有着怎样独特的 文化内涵呢 那么这个韭菜 又有哪些文化的孕意呢 大家都知道 在古代 有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 就是进行祭祀 而在古代呢 一般祭祀 最常用的就是肉类 我们把它叫做西生 常用的有马牛羊鸡犬猪 我们称作六畜 那么在这六畜当中 又有牛羊猪 我们称作三生 除了这些肉类 用于祭祀之外 古代在祭祀的时候 也常用到水果 常用凤梨 柑橘 梨子 大枣 分别象征着 旺 甘 来 枣 凤梨 就是我们现在 大家所熟知的菠萝 它代表着希望 而柑橘 代表着甘甜 梨子 代表来 凤梨 柑橘 梨子 加在一起 就代表着 希望甘甜的生活 能够到来 通过用这些水果来祭祀 代表着古人 祈祷 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根据古代的饮食文化的 相关的典籍记载 用肉类和水果进行祭祀 是比较常见的 很少有蔬菜 能够担此大任 但是我们今天 要讲的这个韭菜 却是能担此大任 在诗经里边 曾经记载了 四之日七早 献糕祭酒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每年 种春时节 人们在祭祀的时候 就要献上羊羔和韭菜 其实 在古代 建心礼中 也常会用到韭菜 什么叫建心礼呢 就是在每个季节 人们在祭祀的时候 都会用时令的果蔬 配上肉蛋类 来祭祀祖先 表达对祖先的一种敬意 虽然天子诸侯 在祭祀的规格上 有所不同 但是他们大多 都会用到肉类 而普通的黎民百姓 由于社会经济地位 不允许 所以他们只能用 时令的果蔬 来祭祀祖先 在史记中 记载了 如果能种千奇的韭菜 就能和万户侯平起平坐 可见 古代官府 他会劝民 大量地种植韭菜 因为韭菜 不仅可以供给 人们日常食用 还可以用作祭祀 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上面立举了 这么多的古代的典籍 来说明在祭祀时 使用韭菜 那么大家是不是想到了 为什么古代祭祀中 单用韭菜呢 我们要联系前面 说文解字 关于韭菜的解读 他说 菜名一种而久者 说明韭菜 具有长胜不衰 一重而久的特点 给人一种生生不息的感觉 古人特别重视子嗣 在祈祷的时候 一项重要的内容 就是期盼子嗣昌盛 所以正是韭菜的 这种顽强的生命力 给人一种美好的祝愿 因此呢 韭菜自然而然 成为人们心里投射的影子 和美好意愿的一个载体 因此呢 古人在祭祀的时候 给祖先上供韭菜 来祈祷祖孙代代昌盛 了解了 韭菜在文化上的孕意 是工作祭品寓意风 那么韭菜在生活中 又有哪些生活的故事呢 我们说韭菜 它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而且它的历史又比较悠久 它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 普遍应用的生产对象 和生活对象之一 韭菜不仅具有物色形象上的美感 而且具有口味上的独特体验 由此而引发的许多人文精神 和情感 极淀十分深厚 刘邪在《文心雕龙》中指出 人秉七情 应勿思感 感勿银智 莫非自然 就是说 人天生就有七情六欲 而这种七情六欲 是怎么产生的呢 是应自然事物的感召激发出来的 而韭菜作为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然就成为人们寄托情感 象征人格的媒介 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 长期食用韭菜 由此产生了许多韭菜相关的文化故事 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 就是九化清贫与清欢 说到九化清贫 我们就会想到南朝官员 于稿之的故事 于稿之自幼清贫 他上年时候 一日三餐只吃烟韭菜 煮韭菜和生韭菜 由于韭菜的酒 和数字的酒谐音 而他一日三餐 都吃煮韭菜 生韭菜和烟韭菜 三九二十七 所以呢 就有人打趣说 谁说于稿之 家境清贫呢 他一顿饭 能吃二十七种样式呢 虽然这是打趣之语 但却描述了于稿之 人穷至不穷 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伐其身 后来于稿之得以重应 应该与少年时代 韭菜赋予他的力量 密切相关 由此可以体现出 韭菜当中的贫与趣 贫与乐的情感意韵 那么说到韭菜与清欢 我们不得不想到 一个文学家叫周庸 他是南朝文学家 他言辞晚利 功利书 长于佛里 据南奇书记载 周庸安平乐道 很少有世俗的欲念 少敬酒肉 饮食清淡 虽然他有妻子 但是他一个人 住在山间的小屋里 读书 写诗 绘画 详得清闲 当文慧太子问道 山中什么食物最美时 他答道 在山中春酒味道最美 后来在《郭林宗别传》中 也曾记载了 林宗有友人夜貌雨至 见酒做吹饼时之 杜甫也有 夜雨捡春酒的诗句 那么杜甫夜雨捡春酒 又有哪些运意呢 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 杜甫写诗 送旧情 杜甫在 曾魏八处氏这首诗中写道 夜雨捡春酒 心吹见黄粮 主称慧面男 一举累时商 要想了解这首诗中 韭菜的含义 我们就要了解 这首诗背后的情感 而要了解这首诗背后的情感 我们就不得不了解 杜甫在创作这首诗当中的境遇 杜甫由于得罪了圣上 被贬到华州 司公参军 偶遇少年之交 魏八处世 他心潮澎湃 感念到 人生起伏不定 在风雨飘摇到年代 他和魏八处世的 这些尘封的友谊 经过大雨的冲刷 显得多么珍贵啊 他忽而又想 虽然我们相见的时候很欢乐 但是我们终有一天要别离 而这种别离 是最令人胶着难耐的 而魏八处世 见到了杜甫也十分高兴 冒着大雨去屋外 隔了又长又嫩的韭菜 而且又赶紧做了 黄粮的蒸米饭 香喷喷的 老友相见 你一杯我一杯 不知不觉喝了十几杯了 老友的热情款待 给了伸出逆境的 杜甫以莫大的安慰 同时又与社会的磨难 形成鲜明的对比 使诗人在欢喜的同时 又不免增加了一些悲哀 那么这首诗就是用 韭菜来歌颂 诗人与魏八处世的友谊 永不凋谢 是啊 无论被残酷的现实 收割多少轮回 他与魏八处世的友谊 地久天长永不凋谢 或许正是韭菜 才使得杜甫有了 无边落幕萧萧下 不进长江滚滚来的 这种豪情 虽然登高一诗 被称作悲哀的吟唱 但是杜甫能够把自己的痛苦 说出来又何尝不是 勇于揭开自己的伤疤的勇士呢 我们知道杜甫是现实派的诗人 他的诗被称为诗士 他见过繁华 却最终沦于慌乱 无论风雨 无论磨难 他始终忧国忧民 他渴望祖国安定 渴望天下统一 即使是以自己的苦痛所患得 刚才我们提到了杜甫通过韭菜 表达他和魏巴处事的友谊第九天长 那么陆游可为更高的写酒高手 我们都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 他的诗中处处体现了 渴望国家安定 渴望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怀 但是陆游的诗中 也有了烟火气的一面 体现了诗人更为立体的形象 他把韭菜描述的姿态万千 意韵丰富 比如他写到 心经九黄天下无 色如鹅黄三尺鱼 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心经的九黄天下第一 它的颜色是娇俏的鹅黄色 叶子又长又嫩 光听罢这首诗 我们是否就已经垂涎欲低了呢 了解了韭菜的意韵来源 以及它的文化意义 和文人诗人对韭菜的赞美 那么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小小的韭菜 有这么多的文化意韵 和受到这么多文学家诗人的赞美呢 我想也许是与它内在的品质 它的食疗功效密不可分的 下面呢 我就跟大家来讲一下 韭菜的食疗养生和治病的价值 无论是作为菜肴里的美味食材 祭祀时的重要贡品 还是文人笔下的祭情之物 韭菜在中华的历史长河中 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不仅如此 韭菜又因其独特的辛香气味 温中行气的特性 在中医食疗养生方面 也有着不俗的表现 那么韭菜究竟有着 怎样神奇的养生妙用 在食用韭菜时 又有哪些禁忌呢 说起韭菜的养生治病和食疗价值 我们不得不来看一下 《皇帝内经》的描述 《皇帝内经》说到了 形不足者温之以气 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那么对于人体的形气不足来说 要通过食品的性味来进行补养 而韭菜它味心性温 韭菜的心味能够给人以动力 而韭菜的温性能够助人的阳气 由于韭菜它能入肾经 入肝经 入脾经 所以韭菜呢 它就有了以下的功效 第一 温慎壮阳 第二 疏肝健脾 第三 行气离血 第四 促进食欲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韭菜的温慎壮阳的功效 我们在前面提到了 韭菜它具有 简而浮生 生生不息的特点 也就是说 它能够给人以生生不息的一种感觉 而人体当中 能让人生生不息的 给人以生命的动力的 是哪个脏呢 就是我们说的肾脏 中医认为 肾有肾经 肾气 肾阴阳 肾经是肾中的物质基础 它在发挥作用过程中 要转化成肾气 而肾气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 在肾气当中 又分两个方面的功能 一个方面 具有滋润 宁静的作用 这就是肾阴 另一方面的作用呢 是温慎 推动 兴奋 气化的作用 这就是肾阳 而韭菜 因为它味 心 性温 它入肾经 所以它能温慎 助阳 特别是韭菜的种子 我们叫韭菜籽 它能够帮助肾经 又能助肾阳 所以在临床中 如果我们遇到了 肾阳虚 不孕症的 我们常用韭菜籽 三十克到五十克 吃完之后 人们就会元气满满 精神振奋 我们在开篇的时候 也讲到了 李先生吃了韭菜之后 他变得元气满满 精神振奋 原因就是 他吃的韭菜 具有温慎壮阳 韭菜的第二大功效 就是疏肝健脾 第三大功效 就是行气离血 这两个作用呢 主要是和韭菜的 心之性有关系 中医认为 凡是心味的 一个能发散 再一个能够行气活血 疏通气机 而肝呢 煮疏蟹 脾煮韵化 所以肝脾的气机运动 都要靠韭菜的心味来促进 特别是 韭菜的这种芳香气息 从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 它含有挥发精油 含有硫化物 它是能够疏肝 液气 行气活血的 一个物质基础 另外呢 现代研究又发现 韭菜里边 富含纤维素 和这个维生素 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 能够温阳通变 而这个功效 又和它温状肾阳 疏肝 液脾 行气活血 密切相关的 中医认为 肾开窍于二阴 肾阳足了 二阴 就是前阴是排尿 后阴是排便 那么排便的功能 就会好转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是不是都希望 多吃点韭菜呢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吃韭菜 也是有讲究的 哪些人适合吃呢 一般来说 偏于阳虚的人 适合吃 比如说 经常手脚怕冷的 吃点凉的 会拉肚子的人 适合吃 那么如果 您属于肺有热 或者胃有热 或者痔疮 或者经常有 臃肿的 这种热性体质的人 尽量不要吃 过多的韭菜 为了帮助大家 把韭菜吃好 能够有助于 人的身体健康 下面呢 我再给大家 讲讲 关于韭菜烹饪的方法 有哪些 说起韭菜的食品来 那可谓花样繁多 我脑海中 首先想到的 就是韭菜盒子 韭菜盒子 不但古代人喜欢吃 我们现代人 对它 可以说 也是情有独钟 在山东 焦东半岛 把韭菜盒子 称为哈饼 它的馅料 可以用韭菜 海米和猪肉 来做馅 也可以用韭菜和鸡蛋 做成素馅的 味道 同样很美 对于这种 韭菜盒子 尽管古代 现代人们 都喜欢吃 但是究竟 最早记载 韭菜盒子 在哪里 我们现在 无从考证 但是 关于我们 传统饮食文化的 饼食 最早起源 却可以追溯到 汉代 在东汉 刘西市民中 曾经记载了 饼 并也 搜面 使合并也 另外 在清代 圆梅 随圆食丹中 这样记载了 韭菜 切末 拌肉 加做料 面皮包之 入油浊之 面内 加酥更妙 其中 面内 家酥更妙 体现了 清代 大才子 圆梅 吃货的本性 说完 韭菜盒子 下面我们要讲的 就是韭菜 炒鸡蛋 它能够 温阳 又养阴 我想 很多人 对于韭菜 炒鸡蛋 并不陌生吧 这个非常简单 取三四个鸡蛋 打到碗里 用筷子充分搅拌 加点盐 把韭菜洗净 切成段 然后 把油放在锅里边 热到 八九成 把鸡蛋和韭菜 加进去 翻炒一下 凝固了 就可以出锅了 韭菜 能够温肾 助阳 有助于 生育 而鸡蛋 它能够 养肾 滋阴 所以 它有阴阳 互补之妙 对于肾 阴阳 两须的人 经常吃 韭菜 炒鸡蛋 有不错的功效 第三个 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韭菜子粥 我们都知道 我们现代人 工作压力很大 都希望 我们整天 元气满满 那么怎么做 才更好呢 建议大家 用上大米 五十克 韭菜籽 三十克 可以先把 韭菜籽炒一炒 然后呢 和大米一起 放在锅里边煮 煮熟了之后 就可以食用 如果你喜欢 咸口的 在里边 适当加点咸盐 如果你喜欢 甜口的 可以在里边 适当地 加点白糖 都是可以的 那么除了 韭菜籽粥之外 给大家再介绍一款 就是韭菜籽茶 如果你在家方便 我们可以 用韭菜籽 在养生壶里边 用三十克韭菜籽 加适量的水 煮二十分钟之后 来饮韭菜籽茶 把韭菜籽去掉 单喝韭菜籽水就好了 如果你需要 带到办公室来喝 我们就可以 把韭菜籽炒一下 适当放点咸盐 然后带到办公室里边 泡在杯子里 冲上开水来喝 这样对于维护 我们每天的精气神 保证体力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前面讲了 这么多韭菜的妙用 那大家是不是 跃跃欲试呢 在这里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你要注意 自己的体质 是不是适合 喝韭菜籽粥 或者韭菜籽茶 那么一般来说 韭菜或者韭菜籽 它都是心温值性的 那么这种心温值性的 它主要适合 体寒的人来食用 而体热的人 是不适合食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本草纲目》的记载 它说 多食则神昏目暗 酒后游记 说的是什么呢 说韭菜籽茶 或者韭菜籽粥 或者韭菜 你不能多吃 吃多了之后 神智混昏 眼睛会变得昏暗 尤其喝酒之后 建议不要吃 因为酒是心热 它能够注尸生热 而韭菜和韭菜籽 也是心热 那么热上加热 就会使我们人体 得出更多的热症来 所以你是体热的人 尽量少吃韭菜 如果你是体寒的人 也要适量地吃韭菜 也不能过多地吃 过多之后 也会出现 过度而引起的疾病 除了体热的人 不适合吃之外 还有一类人 胃弱的人 不适合吃 就是说 如果你胃气虚 经常有打嗝的现象 你就不要吃韭菜了 如果你要吃韭菜 就会引起呕吐 强调的就是说 如果胃弱的人 我们不要吃韭菜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本来你胃弱 你的消化能力差 如果你过多地吃用韭菜 因为韭菜里含有硝酸盐 那么过多的硝酸盐 进到胃里边 这样就会在硝酸盐 还原菌作用下 出现很多亚硝酸盐 那么亚硝酸盐 大家都知道它是致癌的 所以就会造成胃肠功能紊乱 有可能造成胃肠的损伤 所以大家要记住 一个是热性体质的人 不能多吃韭菜 再一个胃弱的人 尽量少吃韭菜 或者不吃韭菜 尽管我们说 由于过量食韭菜 而造成胃癌的 这个比较罕见 但是大家也不能忽视它 这种过量食用韭菜 也会出现疾病 大家要提高警惕 另外呢 大家要注意 我们吃韭菜的时候 一定要现做现吃 不能隔夜 如果今天做的韭菜 炒鸡蛋没吃完 隔一夜第二天再吃 那么里边的这些致病菌 致病的物质 就会越来越多 它会损害我们身体的健康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现做现吃才是最好的 通过刚才的讲解 我想观众朋友们 已经对韭菜的含义 韭菜知名的由来 韭菜的文化运意 韭菜的文化故事 以及韭菜的食疗养生价值 和遗迹 有所了解了吧 那么大家是否还有一个问题呢 为什么韭菜适合春天吃呢 我们老百姓常说 春时韭菜香 下时韭菜臭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春天是阳气出生的季节 韭菜又嫩又绿 吃了韭菜帮助我们阳气的生长 但是到了夏天 阳气太旺了 这个时候你再要吃心热的韭菜 就会火上加火 就会使人得疮痒啊 出血啊 热症 便秘啊 等疾病 因此呢 我们说春天是最适合吃韭菜的 在结束之前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春天是希望的季节 而韭菜是生生不息的象征 春天食用韭菜 不但是对文化的追溯 也是护有健康的一种做法 在春天到来的时间里 我们食用韭菜 不但能够补气壮阳 还能一干健脾 还能行气离血 还能温洋通便 通力三交 因此我祝愿大家 在今后的每一个春天里 在韭菜的陪伴下 生机勃勃 元气满满 今天我们的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